因其秦僧造有善业 其骨心熟 这是一个原因 秦僧造了我意 但是这一生没有剁三童 还在人生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我们前世也有善业 那个善业先成熟 先手抱 我业还没抱 是这么一个原因 这就是说明 修学大臣 十几位人立业众生 为什么还有遭遇的不顺利 这种种章言 这个把原因完全说出来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事实 绝对不会怨天尤人 只会胜惭愧心 欢喜心 感恩之心 会胜这些 这个是自己 这个是自己复会增长 业障消除的现象 如果遇到恒意之事 心里有不平 那就叫业障消除的现象 罪没有灭 他说现在是业障 心里就愤恨不平 这是业障消除的现象 这是业障消除的现象 这个人没有复会 有复会的人 他那个心情态度不是这样 他生欢喜 生惭愧心 生感激之心 绝对没有怨天尤人的这个念头 这是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 时时刻刻要提醒自己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心里有怨恨的 糟糕业障消除 那怎么办呢 念经干净有好处 经干净多念 念得很熟 又遇到这个事情 心里马上警觉到了 正是所谓 不怕念起 只怕咎尺 一念怨天诱人的起来不怕 第二念头就改过来 不再怨天诱人 晓得自己的业障 众生福得英语 没限期 是这么一回思绪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